为了展现社区部落长者健康的身体 以及手作传统工艺的成果 秀林湘部落交流协会 10号办理110年度 秀林湘文化健康站北居运动会 以及联合成果展 而县长特地前往与长者们同乐 更关心文件站内软硬体方面的需求 花令县府将陆续补充建制 让老大人们在社区部落 得到安心、健康以及乐活 110年度秀林湘文化健康站北居运动会 及联合成果展 10号上午在富士国小运动场办理 既然徐政委也足以以每位长者贴心问候 并欣赏他们亲手所资助的手工艺品 更应要与长者们合意留念 场面相当热络 Merry Christmas快到了 圣诞节快到了 过年快到了 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回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保护力好不好 在这里HANA要祝福我们所有老大人健康快乐 在文件站有没有很开心 有没有打卡 有没有全勤 有 好我会问所有的文件站的这个指导员负责人 这个到这个结束的时候 HANA会颁全勤奖好不好 好不好 我现在开始准备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几个文件站又开始统计 全勤奖了 HANA一定会准备个大大的礼物给大家 就像我们小孩子去上学 一年都有全勤奖 对不对 六年全勤奖 学校会准备更大的礼物 第一个 为了鼓励我们大人能够走出家门 晒晒太阳 身体健康 这才是花莲线的幸福指标 而且花莲线的力量 对不对 因为所有人健康 我们的孩子才会安心啊 HANA也才会放心往前冲啊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来 就是要看我们长辈 有没有很认真运动哦 好不好 现在许中卫首先以一口留意的太魯格主主意 想来的问好 并且关心长者们新冠肺炎疫苗事打状况 他也呼吁长者们踊跃 前往花莲线卫生局 设立各相争是疫苗事打据点接种疫苗 为致生的健康提供更多的保护力 这个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